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 自今为您演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一箭独尊》 精彩继续 《一箭独尊》 第373章 道泽 叶玄愣住了 这时 他面前的火焰女子 突然打亮了一眼叶玄 片刻之后 他眉头微微皱击 叶玄犹豫了一下 然后轻声问 怎么了 火焰女子诞生说 按理来说 瓷塔不可能选择你 你天赋虽说不错 但还不足以配得上瓷塔 唯有身具天地 大气运之人 才可能获得瓷塔认可 这时 四楼神秘女子 突然倾笑的 你以为瓷塔是看上了他 他不过是为了抱 某些人的大腿而已 叶玄满脸黑线 这坏娘们说的大腿 肯定就是速剧女子了 火焰女子看着 叶玄复不许久 最后 她待眉微微一蹴 瓷塔封印早就应该破碎 是有人加强了瓷塔封印 是她 四楼神秘女子 诞上说 不是她还有谁 火焰女子看了一眼叶玄 沉默了 这时 四楼神秘女子突然说 燕家 你身为天地至高到责 却与我等一同 被困在瓷塔近万年 如今 有个绝佳改变命运的机会 就在你的面前 你若不把握住 日后可是要后悔莫及的 火焰女子弹上说 杀了她 夺塔 自然 此人如此之弱 她如何配得上此等质宝 你若杀了她 此宝唾手可得 叶玄脸色无比的黑呀 这糟老娘们 不是一般的坏呀 火焰女子突然倾笑 简自在 你这用心倒是良苦啊 我杀了她 此塔封印破碎 你好出来 对吗 简自在 叶玄微微点头 原来这女人叫简自在呀 应该是简恶毒物啊 简自在笑道 你杀了她 对大家都有好处 不是吗 严家诞生说 我杀她 你自有 但这因果却要我来背负 你这主意打得不是一般的好 简自在冷笑说道 你好歹 你好歹也是天地至高道责 做事却如此为首为脚 你就不能有点追求 严家笑道 如果她先前真的按你所说的 对我出手 那么 杀了也就杀了 不过 她并未出手 就如她所言 我与她无冤无仇 为何要杀她 简自在没有再说话了 其实 从一开始 她教唆叶玄杀人时 就很清楚 如果叶玄不先动手 眼前这严家 是不会对叶玄动手的 因为叶玄被介于她承认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就算是这塔内 这些道责的主人了 当然 此刻叶玄较弱 想要这些道责臣服 那是不可能的 不过 这些道责也不会主动地去害她 但如果是叶玄先动手 那就另当别论了 而她没有想到的是 叶玄先前竟然不动手 即使面对那么多诱惑 也没有动手 而现在 说什么都已无意义 四楼彻底安静了下来 介于塔外 严家看向叶玄 我曾经的职责是封印塔 不过当年此塔被重创 盗则散落 封印破损 我与其余盗则 都散落在心里各处 说到这里 她微微一顿 又说 我暂时不能回塔 暂时不能回塔 叶玄点了点头 没事的 回不回去 是你们的自由 对于这介于塔内的 这些道则 她叶玄从未认为 这些道则 就是她叶玄的 严家看了一眼叶玄 微微点头 说 简直在此人 你务必要小心 她何不简单 叶玄点了点头 我知道 她坏得很 说着她算是想到了什么 问她 她为何会被关进塔内 严家沉默 叶玄轻声说 不能说吗 太强 太强 叶玄愣了愣 然后问 太强就被关押吗 严家点头 叶玄犹豫了一下 然后说 这个太强 好像也没什么错呀 严家微微摇头 太强 并没有错 错的是 他们这些人 妄想进入五围界 所以 他们被关了 说到这里 她微微一顿 然后又说 只是未曾想到 当年遇到的 那三个硬叉 叶玄连忙问道 塔顶 那三柄剑 严家点头 叶玄又问 他们很强吗 严家看了一眼 叶玄 不要问这种 让人会怀疑 你智商的问题 这时 严家突然又说 即使他们实力 如此逆天 差点打碎此塔 但是他们也 进不去无为间 为何 叶玄连忙问着 严家笑而不语 叶玄正要说话 严家突然说 你走吧 他日自由再见之时 叶玄点了点头 刺是想到什么 他连忙问道 前辈 可否帮我一个小忙 严家看了一眼 叶玄 什么 为我师尊 重塑肉身 说着 他将 乐器的魂魄 拿了出来 严家看了一眼 乐器魂魄 他沉默了片刻 然后说 需要一些东西 你得为我取来 叶玄连忙说 什么东西 神魂墓 护心莲 素灵花 这三样是主要的 叶玄点了点头 我出去之后 就会去寻找的 将他魂魄留在此地 我先替他养魂 好 那就劳烦前辈了 说完 他将乐器的魂魄 给了严家 然后离开了大殿 严家看着 叶玄离去的方向 不知在想什么 叶玄回到紫火道 他心中沉声问道 二楼大神 他为何不离开 那个地方啊 沉默片刻之后 二楼大神说 他在借助 那个地方的火毒疗伤 疗伤 叶玄微微一正 他也受了伤了 废话 二楼大神说 斯塔当年被重创 谁没有受影响 只不过有的轻一些 有的重一些 叶玄沉声说道 若是这些道则 日后都回归着他 而我又不是很强 二楼大神突然说 除了死 你还有别的路 叶玄苦笑 现在的他渐渐发现 这介遇他是 越来越不简单了 而拥有这种质保 若是没有与之相匹配的实力 如二楼大神所言 真的就只能等死了 实力啊 必须拥有强大的实力 叶玄 这是一道声音 突然打断他的思维 叶玄抬头看去 他面前不远处 站着一名男子 这男子正是之前 他遇到过的那明昆 明昆看了一眼 叶玄身后 然后说 叶玄这是走到尽头了 叶玄想了想 然后笑道 没有 不过今天有些累了 不想走 改天再走 明昆眼中有这一色敬佩 叶玄这实力 佩服 佩服呀 一般 一般了 叶玄潜血了 叶玄插开话题 明昆兄 你是要继续走下去 还是 明昆犹豫了一下 然后苦笑说 我想啊 这已经是我的极限了 所以 我与叶兄 一起出去吧 正好同路 就这样 两人结伴同行 路上 明昆走得很慢 因为他要抵御那些火毒 而叶玄走得很随意 因为那些火毒 根本就不敢靠近他 每当看到那些火毒 自行离开叶玄时 明昆便是肃然起惊 叶玄突然说 明昆兄啊 你可有加入什么组织吗 明昆摇头 喜欢独来独往 叶玄心中一喜 连忙又说 我创立了一个秀门 明昆兄有没有兴趣加入我 平时大家聊聊天 一起探讨一下武道 明昆有些犹豫 这时 叶玄又说 一个人修炼 虽然安静 但却有些闭门造车 如果大家一起探讨 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呢 明昆看了一眼叶玄 叶玄 你愿意与人探讨自己的武道心得 愿意 当然 只限自己人 比如朋友 兄弟 明昆想了想 然后说 好 我加入 文言 叶玄心中大喜 这明昆的实力 绝不比南山弱 因为对方能够凭借实力 在这紫火道内走那么远 这已经是足以说明一切了 有了明昆的加入 秀门的实力 必定会增长不少 很快 两人出了紫火道 而在出口处 萧哥等人正在等候在此 见到叶玄 萧哥等人皆是松一口气 而当看到明昆的时候 他们皆是一愣 叶玄带着明昆 走到萧哥等人面前 笑道 这是明昆兄 我刚认识的 此刻起 他就是我们秀门的人了 文言 出人再次愣住了 秀门的了 萧哥看向叶玄 确 确定吗 叶玄点头 自然确定 怎么了 萧哥犹豫了一下 然后说 叶玄 你不知 他是谁吗 叶玄摇头 萧哥笑道 他就是内院四大妖孽之一的 明昆 四大妖孽 叶玄笑了笑 其实他已经猜到了 明昆突然说 什么四大妖孽 我等在人内院之中 还敢称为妖孽 可若是出去 我等就不算什么了 说到这里 他微微一顿 然后看了一眼叶玄 当然 叶兄这般身手 到哪里都可称之为妖孽的 叶玄说 哎呀 明昆兄 您的意思是 这外面 还有比我们内院 更为妖孽的 明昆苦笑 多了 魏阳心域 分为南域 北域 天域 我们道医学院 属于北域 而魏阳心域 真正的天才 在天域 即使是南域 要比我们这边 强大许多 说到这里 他看向紫火塔外 轻声说道 若是不能在那天域的道柱上 留下一字 怎敢自称妖孽呀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紫金为您演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一见独尊》 下集更精彩